本席在这里宣布 如果都两级 执行表决 议员质疑 因此在讨论50分钟左右 仍然没有共识下 审查会主席何淑平 决定依照规定 采取表决方式 虽然蓝绿双方分别有 五党籍以及清明党籍 市议员支持 但是最后结果仍然 以9票比6票通过预算 不过也遭到反对 就这样通过预算的议员 郑文婷等人批评 感到非常遗憾 过去其实我们从19届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 遇过说主席不让人家发言 或不让处长回复 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直接表决 所以我们对那一天的状况 是表示非常的一个遗憾 那这笔经费 到现在为止 其实始终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到底为什么 有什么样的必要性 必须要编这笔300万的 网红的预算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大会的时候 这个市长能够再对这个部分做一个说明 我觉得这个毕竟是市府的一个政策 那他应该要说清楚讲明白 就是市现场主席直接才是要直接进赴表决这件事情 我自己是感到格外的惊讶 过去我很肯定在第19届议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一读会就直接进赴表决的状况 因为我们都知道联系审查会跟一读会时期就是应该要做完善的讨论 这个讨讨论并不是为了政党 也不是为了在野党 而是为了看守市民的纳税钱跟荷包 新市府要做新政策 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 可是对于预算的审查 以及我自己作为议员的责任 不该是在事实讨论不充足 市府说明语焉不详情况底下 直接通过预算 这个对谁最不好 这个对市府以及对议员的议事讨论 以及对于人民之间都更不好 不过联系审查会主席何淑平澄清 当时已经让在场所有议员都多次发言表达意见 也有请官销处代理处长回答 由于支持和质疑双方议员僵持不下 他身为主席依照议事规定和程序采用表决没有问题 况且当天国民党籍议员只有五个人 只靠国民党议员是不可能过关的 那天总共有15个人 二三十次的发言 那有的议员甚至超过三次 然后市府也有充分的一个回答 然后双方也都有充分的讨论 那基于审查会 不应该是每一条都要提送大会 那基于这个议事效率 那身为主席必须要有取舍 那主席在主持这个会议必须中立 那目前这个国民党在议会的席次也不是最多数 那当时表决的时候 国民党籍的议员也在场也只有五席 那表示其他五党籍也支持 怎么可以说主席是强度关山呢 5月5号主席针对370万的财势 我觉得他是按照议会来 联合省议制的照最后面两党 多党都有意见的话 他只好采取说表决的方式 当然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嘛 多数尊重少数嘛 议会本来就联合省议制 不是几个人讲的就算 就像我们民意代表包括里长 那选举的时候包含名片 还有他的文献 他的广告牌 甚至广告车 扇子 面子都有写上他的姓名 重点是他要宣传 那何况是一个市的市长 他当然上任以后就需要他很多的宣传 我们编的还少的 不像他其他县市 一个大活动就透过三台的 那个都是算秒的 那个都是堂写的 一下子编了几千万的在那边广告 何况我们才有七七七百万 我想这个是合理的 虽然表决通过这笔预算 却仍然余波荡漾 关心议会监督市政建设的民众 也可以上基隆市议会网站查询 当天直播录影的这场审查预算的过程 了解整件事情的始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